公共充电桩几乎是500核的低电压的充电 有800核的车 有800核的装 高压压车的充电成为痛点 那么我们比全球首创了自能生压的充电技术 经历了三代的技术的一代 破解了800核高压车辆 在500核低压车的充电的难题 让用力充电不调装 到哪儿都能充 今天的高压压充电桩已经作建了普及 我们在充电面与命运的这个痛点 已使公共充电桩的电流 成为自愿充电效率提升的新的瓶颈 当前的全量的充电桩 250安及以下的充电桩占比 高达了98% 制约充电功率进一步的提升 350千瓦以上的充电桩占比 不足1% 二是低温充电时的时间相比于常温大幅增加 体验落差大 三是80到100SOC目端充电的时间长 影响充电的体验 根据我们的大数据显示 当前有近80%的用户习惯选择了充码 这种习惯 每一分钟的等待呢 都是一种无赖 针对公共的充电 充电桩的电流 制约充电功率提升的平均 去年 我们全球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我记得是8点半开始 7点半开始 让充电电流翻倍 大幅提升了用户在公共充电桩的 快充的体验 大数据显示 双枪充电使用比例高达40%多 也有人问 如果只有一把枪 还能不能伸流呢 今天我告诉你答案是 可以 一兵台3.015 全球首创 单枪智能升流快充技术 将装端的输出电流 与车端的充电电流 结五 充分利用公共充电桩 最大充电的功率 将车端的充电电流 从250A 最大提升至400A 充电桩的利用率 提升30% 针对极低低温下的 用车的场景下的 充电的时间长的痛点 一平台三顶的一网 首创了全场景 自能脉冲 脉冲自加热技术 通过服用电区的系统 产生脉冲的 胶边的电流 直接作用于电池内部 利用电池的内阻 快速地产热 同时结合高效热泵 与电区余热 电池温身的 树立提升 230% 低温场景下 充电时间 缩短了 40%以上 同时卖冲的自加热技术 实现了与电池充电的节目 不仅可以 边充电 边自加热 还能实现 驻车自加热 行车自加热 等多场景 全覆盖 最低的支持 零下38度 极低温的整车能启动 行车的工况 动态调节 驱动功率 与加热功率 实现整车性能的 5.0满汉就上市了 可以等等 80到100的SOC 木短的充电 卖了一个行业的难题 一平台3.0 意味着 创新的将 卖冲自加热的技术 应用于木短充电的 整个过程 自然调控 卖冲充电的电流 负卖冲 快速 降低 木短的电池的 结化 这么卖冲 提高木短充电的电流 木短充电时间 从30分钟 大幅数到18分钟 我确实不知道 一平台30015 基于全球 首创的智能生压 快充技术 智能生流 快充技术 智能木短的 快充技术 以及全场景 智能脉冲的 自加热技术 构建了 全域智能 快充的解决方案 实现 从低电压 到高电压 从低电量 到高电量 从常温 到低温 全场景 充电体验的 颠覆 每一秒钟的 等待 就多一分的 爽快 这些创新技术的实现 对于我们 全球领先的 智能服用 高压托普的架构 充分利用 电机的 电感属性 和功力期间的 开关特性 突破了 传统的设计的 突破了 传统设计的 局限 实现了 电池 电机 电空的 深度融合 通过一套 电驱系统 实现 深压 深流 自加热 等多种功能的 高度集成 打造全能的 电驱 继承深压 深流 自加热 能量管理 制控系统之后 我们八合一的 电驱系统 进一步升级为 十二合一的 超级 智能 电驱系统 一平台三点的一步 将电驱系统 进化到 最新的 新的高度 高效率 进化 和充电的进化 实现了 真续航 全域快充 解决了 用户 长途出行的 后顾之忧 速度 成为 新的 比拼的热点 一平台三点 一步 第四个进化 是 速度的进化 前面 高效的进阶 我们升级了 碳化硅 碳化硅 开关的速度 很高 可显著提高 控制的 窄波的频率 他肯定要讲 他们的技术 发布会 不是看技术吗 你如果 不想看这些东西 你看发布会 也没什么意思 你回去 高达 看那个图 就好了 广美搭档 同时在电机方面 我们不仅有 0.5毫米的 超薄的 硅钢片 应该说 全球领先 全球 第一等级的 0.25毫米 还进化了 全新的 高转色的 低漏磁 转子的结构 以及双位分装的 磁钢 92%的 超高的 炒码率 扁心饶阻 他这个技术 肯定是跟 价格相 匹配的 你不看技术 不看他的 有什么新东西 那你看价格 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我们的电机 产品是综合产品 不能只看一个 恰格点 23000转 什么 23000转 真的假的 哪个车 也许大家说 也有人 宣传了 更高的转说 我今天可以 郑重地告诉大家 这是目前 全球量产的 量产的 最高转说的 电机 已经量产 请大家 观看 我们量产电机的 转说 试试的这个视频 看他搭载的技术 看他 十二合一 电机 第一转速测试 启动 一万转 两万转 两万三千转 大家觉得快不快 我们还有更快的 已经在路上了 尽情的期待 在这套强大的 高转说电机的 这个 和碳化轨电控的 加持下来 海事零期的EV的 最高的车速 达到了 225公里的 每小时 请大家 再看一段视频 急速测试 坏的也快 这 不是你 怎么说来着属于 秀肌肉 海事零期的 海事零期呢 EV的这个 舍测的 舍测测量的 最高的车速 已经超过了 230公里的每小时 但是呢 这么高的车速 去哪里体验呢 我们也为大家 考虑好了 在年初的 梦想日上面 发布了 比亚迪自建的 全地形 专业的赛车场 让大家呢 轻松就能体验 极向的 驾驶的乐趣 我们不仅带来 更好的车 还要提供 更好的场地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前面的几个境界 最后一个境界 是我们 智能化的境界 提到了智能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雷达 摄像头 和算列 感知的模块 更像是 给车 增加了一个 一双眼睛 算列 是给车 安装了一个 超级的大脑 但是 怎样让眼睛看到的 和大脑想到的 实现 所思 所行呢 我们还离不开 四肢的协同 车也是一样 好的智能驾驶 离不开 好的执行系统 一变台30015 通过智能控制再升级 打造智能运动的 控制中心 诸老人 整车智能化的基石 两年前 我们首创了 ITAC 智能扭矩 控制技术 改变了 传统的 液压控制架构 构建 以电机为主的 运动控制的系统 充分发挥了 电机的 快速感知 和 快速响应的优势 车轮 划转的 实践精度 提升了 300倍 扭矩 响应的时间 提升了 10倍 全面提升了 车辆在 十华 第一幅 路面时的 驾驶的安全性 相比的 传统的控制 车辆在 第一幅路面 起步打滑 识别的 提前 50毫秒 打滑的 能速 降低了 40% 冰雪路面的转弯 车辆的 横摆 降低了 11.7% 冰雪的 驾驶的 快人一步 今天我们进化了 动力 底盘 融合的 全新 运动控制架构 实现了 运 实现了 动力学 识别 和 电机的 质感 识别 图像识别 等多元 信息的 我是在 健身 和已经 健身 差不多 两周了吧 确实瘦了 但是 还原来没到 我的需求 在一平台3.0 EVO上 我们升级了 基于融合控制的 ITAC 智能扭矩控制系统 发挥电机 副扭矩的控制 高精度 响应快的优势 施滑路面的 自动距离 减少了 3.5米 自动使的车辆 横摆 降低了 69% 极大的提升了 用户在 十环路面的 行驶的安全性 同时呢 针对户外驾驶 等 构性化的 出行的场景 一平台3.0 EVO 带来了 地形辅助 和 向车 助手等 全新的 功能的体现 低辅路面 最大爬坡度 提升了 百分之三十 单轮高辅 最困脱困的 时间的 小于一秒 我们通过 融合控制 还进一步提升了 急向驾驶的乐趣 显著提升了 比赛模式 十五万不可能的 不要想 减少 赛道单圈的用时 漂移的模式 明显减少了 我家里也有 健身方案 和加速踏板的 幅度的平次 让用户呢 更容易感受到 电动汽车的 速度 与激情 未来呢 基于动力 与底盘融合的 全新运动控制的架构呢 我们还在探索 自动漂移的模式 用户不用打方案庞 也能轻易地漂移 实现漂移的 临门槛 漂移不就是 自己玩吗 大家期待不期待 这意义是什么 我不是要理解 未来的 我们这个技术呢 还可以进一步 和智能驾驶相结合 拓展的 横向的漂移 避障功能 为智能驾驶的 安全的赋能 通过动力 与底盘的 系统的控制呢 还能够实现 跨系统的 十五不可能的 不要想了 建立多重 安全荣誉执行系统 为智能化的 提供保障 一平台三零零一步 全新运动的 控制架构的 再进化的 实现自动不时稳 转向不时控 漂移 临门槛 构建了基于 动力底盘融合控制的 全新车辆 智能运动控制中心的 拓框电动汽车 性能的边界 增强了驾驶的乐趣 提升了安全的上向 将控制安全性 与驾驶的乐趣 提升到新的高度 为全场景智能 提供的一个 坚实的基础 讲到这里 我们一平台三零零一步的 进化 给大家介绍了 差不多了 回顾一下 基于 激情时创新的理念 一平台三零零一步 打造了 基于C2B 整车安全架构 智能宽温域 高效 RB系统 全域智能快充 解决的方案 十二合一的 高转说 智能电驱系统 以及 整车智能 运动控制中心 五大全球领先的 技术集群 让电动汽车 更安全 更高效 更智能 打造智能化的 进化 新基础 刚刚讲了 这么多的技术 这么多的参数 大家 可能不一定 都能够理解 但是 我从背后的 这份 实力榜的榜单 我们可以看出 别人 可能是单向冠军 那我们的 就是全能冠军 这么多的全球首创 这么多的 全球领先 大家 只要记住一点 就行了 买新留言汽车 首选比亚迪 好 挺好的 我觉得 技术更新 特别好 感谢 连总 感谢连总 带来的 并不是换皮车 那应该比 送给要贵 很好呀 这是比亚迪 该干的 上半场是电动化 下半场是智能化 那听完 一平台3.0 EVO新技术的研发与革新 您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好奇啊 比亚迪的智能化升级 又将如何赋能用户的架势 我觉得很好啊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有请比亚迪 汽车新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智能驾驶研发中心主任 韩冰先生 带我们一探究竟 有请韩冰总 好 大家好 我是韩冰 非常荣幸能参与海诗07EV 这款都市制电SUV的 全球首发盛会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 智能化技术正成为关键竞争力 而海诗07EV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它不仅提供了安全与舒适 并重的智能驾驶体验 还配备了尖端的智能座舱技术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它的智能科技 感受为什么是都市出行 安全舒适的无二选择 首先我将从平台优势 行驳能力 N7是现在整个比亚迪里面 我最喜欢的车型 没有质疑 智驾实力 海诗07全系标配先进的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 D-Pilot 5 和天神之眼 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D-Pilot 100 两种选择 D-Pilot 100就是N7上面那个 这就是海洋系列车型 首达的天神之眼 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我们将不断提升智驾能力 完成度还挺高的 把自驾的安全与舒适 与大家共享 D-Pilot 100平台 包含29个高精度感知元件 采用5个毫米波雷达 人家不是标配 低配没有 低配就普通L2 和车内外12个高清摄像头 实现对路况 异形障碍物的精准识别 可达到L2加级别的 智能驾驶辅助 这个完成度还挺高的 同时高精感知BEV算法 全面赋能 采用行驳一体的 全向BEV 3D检测技术 支持高阶行车功能 BEV的感知融合了前式 测试和后式摄像头 可以实现全向高精度3D 障碍物检测 前式摄像头可以实现 任意类型的障碍物检测 和避让 后式摄像头显著提升了 变道超车的安全性 行车场景全向BEV算法 让车辆的感知更灵敏 为智能安全 在天保障 基于平台优势 海诗07的行驳能力 也发挥出极大的魅力 在行车场景中 高快领航 以卓越的性能 为自驾带来了全新体验 它可以精准执行 自动上下扎道 自主超车便道等操作 特别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 高速和快速路中 高快领航 能够根据当前的道路条件 应该是某个方案 加上高精地图 精准 我具体不知道 我具体问 我猜测 对高速加塞场景 也会提前预判 但是这个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 因为N7的时候 我们已经试过了 它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 你是多么先进 你说要跟全自动驾驶 那不许 但是完成度是很高的 可温度很高 没想问 之前好太多了 过弯行云流水 守护行车安全 我们还准备了两大利器 AEB自动紧急制动 和DMS驾驶员监测辅助 首先我们看一段视频 路面塌陷员 现在应该没有厂家能做到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这种极少该约的事情 何必啊 没必要 那你说有用 有用有用 但我觉得这种你 无论天要掉石头 这种这种事情 就得起人忧天了 没必要 这套完成度很高 我觉得跟NGP区别不大 但是跟XNGP的那个 就是 就是NP的那套 我觉得还想得不得好 他这个应该是跟N7一样的 如果跟N7表现一样 我觉得表现得很好了 就完全能用 我要多拉梦尼的理解是错的 跟完全计划没有关系 你正常地告诉NOA 你就很舒服了 除了视频中呈现的场景 在都市中穿梭 大家都遇到过下班时间 路口繁忙 人头攒动 行人穿越马路 时尚发声 自动驾驶一定是有 自驾一定是有用的 一切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一定是帮你轻松的 完成度都很高 但是我认为 你说完全要跟自动驾驶 原来还早了 它就能完成 帮你开车更加舒服 更加放松 现在你完成度都很高了 是好用的 是有用的 眼皮也渐渐沉重 威胁到驾驶的安全 这时 海狮07的DMS摄像头 能够捕捉我们的疲劳信号 智能评估疲劳状态 和注意力的水平 必要的时候 系统会立即发出警示 提醒休息 预防事故的发生 这两项功能的应用 不仅体现了 我们对行车安全的高度重视 更是对每一位车主 生命安全的深切关怀 除了行车 驾车方面 也为大家带来了惊喜 海狮07智能驳车 基于强大的测试数据 和深厚的技术沉淀 障碍物识别率 车位识别率 这个智能驳车 跟那个N型 应该是一样的 好的 我们已经试过了 真正为大家实现了 轻松驳车的自由 更令人振奋的是 它还能测试地保住 大家解决 不同场景下的驳车难题 当您早上上班的时间 非常紧张 面对垂直车位 测向车位 现在 同步的厂家自动驳车 都不以自己驳要快 甚至难道有个老司机的 断头车位 它也能一招解决 不仅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而且解决了用户 真实场景中的痛点难题 当然 我们不仅仅追求优异的 拨车型能 真正为驾驶带来安全和便利 让消费者享受到 自驾关怀 更是我们的初衷 雅迪的创新之举 通过拨片启动 轻松一拨 我觉得自动驳车 用过以后 你觉得它真的是回不去的 自动驳车 哪怕你自己会开 自己会驳 但是自动驳车 它就是很方便 它就是比你自己驳方便 你就是会被它懒掉 你明明它驳得比你好 比你快 你会把自己驳的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自动驳车用过你就知道了 我觉得没有说你说没用 那我就觉得你别什么好说的 这个东西 方便驾驶者准确的掌握 就是我觉得 什么 我早上有个说法 像说 实际是简约整理的唯一标准 你现在都有用过 你再说不好 如果说你有 你觉得 你现在你有投铺博的好的 然后你觉得不好用 那我就可以 你都没有过 那你就说 自动驳车功能很贵 我的越野就有 越野的盖板 越野的两门板就有 才八万块钱 至少得十五万 越野plus也有十万块钱 为了进一步提升驾驶体验 没有什么忙 反正自动驳车 我用过的 好用的都很好用 确保驾驶信息的清晰可见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优秀的自动驳车 反正我不知道你车技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我开了十几年车了 我觉得他自动驳车 可能很多时候会比我快 因为他逼你 他计算 你停不进行自动驳车也停不进去 他不是说停不停的进去 而是帮你节省空间 节省脑子 它是帮你节约时间的 帮你节约脑子的 让给你带来方便的 他们的意思 就是他们自己做的 会在车速右侧亮起 在智能领航图标的基础上 将方向盘替换为导航 表示该功能 可以导航路径完成上下扎道等 同时增加横向两侧箭头 表达导航辅助驾驶的自主变道能力 对啊 你扫地更干净 为什么有扫地起人 我也是这个意思 导航辅助驾驶 也会有相同的横向 或纵向呼吸状态 那是你 我试过这么多自动驳车的 我已经脚脖 不会放在上面了 我都是一开自动驳就好了 他比你聪明 很多自动驳车都比你聪明 以上是我关于智能驾驶的分享 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我们做产品的诚意与信仰 最后通过一段完整的视频 为大家展示 我们智能驾驶的功能 那你就别买 你也不要买有自动驳车的 没有必要 对吧 你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你永远不放心 它哪怕说再好 哪怕有自动驾驶 你也觉得自动驾驶会壮 那你为什么要不买 有自动驾驶呢 你就买手动脑的车 你就必须先让它自己换 也没有你自己换 你就买自动驾驶 你就买手动手动脑的车 对吧 你说自动驾驶太慢了 我告诉你 你试过自动驾驶就不够先进了 你试试2024年现在 高端的车的动驾驶 哪怕是大疆那一套 你去试一下 我觉得我看15年车 大部分时间它不够快 它大部分时间比你准确 因为它计算机呀 你算16500乘以165 你能算得比计算机快 而且它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学习 你怎么能比较快呀 你怎么会比计算机算准确 你说你有多少人是新算 能算得比计算机快 那有几个人 大部分人是慢的 这件简单的事情 一旦埃运过优秀的高速NOA 你就知道它 美女停车化很正常 但它比你轻松呀 你不然你要你得自己搏 它可以帮你搏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它搏不了 你就自己搏嘛 看完精彩的支架视频 现在让我们转向智能座舱的话 海誓07搭载了先进的D-Link 100 智能座舱平台 我真的很无语 它搏不了你就自己搏 它能搏的你就让它搏 它搏的时候 你可以放松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它帮你解决的是 让你轻松 从系统架构到软件 再从底层的驱动到应用程度 都力同达到最优 保证了系统的高效流畅 同时海誓07的智能座舱 还承载了丰富的功能 让它不仅仅是一个驾驶空间 更是一个全方位的移动生活平台 接下来我们将从出行便利 便捷车控 娱乐生态三个方面 带给大家体验 海誓07的座舱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海誓07引领东市出行新浪潮 实现全系前装车载ETC 出厂自带 隐藏式布局 从开通到使用提供一站式服务 更能享受全国出行95折 当别人还在为高速付费排长龙 我们的车主畅行无阻 关于出行 比亚迪还有一个玩牌功能 就是手机NFC车钥匙 即使无网 无电 也能实现一处解锁车门 覆盖安卓 苹果 近600款手机 覆盖率行业第一 同时比亚迪也是国内首个 支持iPhone手机NFC车钥匙的车企 致力于用微温用户 提造更便捷的解锁方式 此外 全场景智能语音 也是自驾体验的一大革新 仅需要一句简单的你好小迪 便能轻松操控 超过1000项车辆功能 让驾驶者双手得以释放 全心投入驾驶 在理解精准度方面 海诗07的智能语音系统 表现得更为出色 即便车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主驾轻声一句 导航回家 海诗07便能屏蔽掉其他信息 准确捕捉并执行导航指令 极大减少了误识别情况 确保了行车的顺畅和安全 我们的语音也在持续进化 城邀广大海洋粉丝 积极体验并提出宝贵意见 携手打造更加人性的 智能语音辅助 关于座舱娱乐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 磁吸充电麦克风 这一设计巧妙地摒弃了 电堂级 亮点就是它新的技术 13.0EVO平台 这车型跟之前比亚迪的车型 还挺不一样的 它更新蛮多东西 包括整个架构 包括整个车座舱部分 包括自家部分 都是比亚迪现在最新的 持续为大家的爱车功能 之前比亚迪的车来说 它应该算一个大颗型 出行充电 它并不是一个纯拉皮 本来我们都以为是个纯拉皮 但其实不是 它改很多 正如海洋的灵动与辽阔 智能化的浪潮 正引领新能源汽车的未来 海诗07搭载我们的 搭载我们史上科技的深海 每一次启动 都是对未知的致敬 每一次回应 都是对科技的探索 让我们随着智能化的航迹 开启都市之旅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 感谢韩明总 这个还给了很多东西的 这次更新的东西还挺多的 我们都以为可能是 纯粹的拉皮 但其实它改了很多 它就是一个集智能 安全和个性化 为一体的最强大 再没办法 来为每一位 羊毛书在羊村上 保驾护航 在技术方面 比亚迪一直在不断的推出 具有竞争力的智能化 比亚迪车险的事情 就是一帮人在 就是一个流量的事情 很多人私信 我最讨厌这种 坚持技术和品牌的协同 发展 没一撇东西 打造世界级品牌 开始超流量 最讨厌 反正我觉得好无意义的 乘用车首席运营官 何志祺先生 来为我们分享 比亚迪是如何支力于 用技术创新 赋能品牌战略的 把舞台交给何总 这个你参考一下 比亚迪二手车就行了 跟普通消费 哎 何志祺 我要周和奇 他叫何志祺 跟我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各位嘉宾 媒体朋友们 对 已经有了 就跟二手车 乘用车一样的 二手的比亚迪 官方乘用二手车 你们去买吗 牙毛除在牙手上 都是你们自己的起源 真的 我叫周和奇 他叫何志祺 这是我们在很早期 提出的一个观点 现在已经成为 行业共识 对 我觉得 发布会就是说 看看这个车 本质是怎么样 最后才是价格 你本质都不看 你就直接看看价格 你有什么知道 啥呢 在这个环境里 我们也在提值加速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安全是电动车 最大的豪华 我们宁可走得稳一些 也要提出 最安全 最可靠的 正能化产品 绝不让任务 为不成熟的产品 承担安全风险 电动化和智能化 是改变我们生活方式 影响我们出行习惯 面向可持续 未来的重要抓手 更是中国汽车产业 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 加速完成 充电速率提升了 它的意思是 充电速率会比一般的充电 在一般充电桩里面 会比一般充电桩 充得快 都代表着我们距离 更便捷 更智能 更绿色的出现方式 我现在讲的 比他讲的应该更有核心一点 整个海洋网 我个人觉得海洋网的产品 其实相对于王朝王来说 现在是更新的 王朝王倒是我觉得更新速度非常 到现在 你看王朝王里 真正你说走量的 秦L 你看他现在都没上市 汗也很久没更新了 糖也很久没更新了 送之前的Max 送Pro送Plus 你看看更新了 能不能别说话 如果说你不想听我说话 你就去官方的直播间 这是我的直播间 我就是发表评论的 不然你来我直播间干什么 当然你觉得 就是你觉得 你觉得要去官方 你就去官方 对吧 我们直播间不就是看我点评吗 你又不想看我点评 你就去官方直播间 最近几年 中国汽车市场 近日新能源的高速增长车道 我们把刀背电池 C2B电池车身一体化 一次翻云联 天神之夜 高阶支架等 评认评仿余 选担当中的颠覆性的技术 投入量产 实现技术的高度垂直整合 和集成创新 基于DMA超级混动 一平台300 DMA超级混动 热热平台 打造的众多爆款车型 为用户带来产品体验的全面提升 秉承技术为晚 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 比亚迪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2023年 研发投入近400亿人 研发人员超过10.28万人 是世界上研发人员最多的车 因为我认为 他现在讲的东西 跟这台车没有关系 你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去看这个东西 都对你买车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发言 专利授权15项 获得专利金奖4项 他刚刚讲技术的时候 讲产品的时候 我有发言吗 没有 去年 比亚迪以302万辆的销售成绩 夺得联斗中国和全球市场的 新能源双调冠军 同时也成为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近日全球销量 全时版单的中国汽车品牌 比亚迪依然成为 中国在世界 闪亮的名片 今年三月份 比亚迪 迎来了第700万辆 新能源车下线 成为全球首家 达成正式飞的车企 任何一个品牌 任何一个工厂 我觉得都是以产品说话的 我觉得产品 比这些 重要得多 这是我的logo吗 产品篇章 从去年的油店增价 到今年的电比油低 比亚迪以实际行动 加速推动中国汽车市场 新能源化的转变 这背后是比亚迪 规模化效应 和全产业力优势的 形成的强大合力 在高水平的 开放新格局下 比亚迪 正在加速布局 全球布局 去年 我们在海外市场 我们售出超过 24万辆新能源车 对吧 刚刚那位老铁 特别想听他发言 我觉得这个发言 其实之前的所有 发布会里面 都讲过这个事情 比亚迪以近日 全球83个国家 领先 并在巴西 顺亚利 泰国 等海外地区 投资建产 成为中国 制造的新品片 服务全球客户 同时也为全球 降温一度的愿景 贡献中国的力量 回想 二十多年前 比亚迪 怀穿新能源 为想 坚定前行 我们一漏 怎么说呢 我是更关注产品 我之前请 刚刚就是很多人 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有人说海豚 现在卖的不好了 其实它为什么 现在卖的不好了 我吹海豚的时候 海豚那个时候 是不是起量很快 我生产品 我关注海鸥的时候 我关注海豚的时候 我买海豚 我买青plus的时候 都比浪超市要快的 因为你只要试过 这个产品 你就知道海豚 包括原plus 包括青plus 我拍节目的时候 我夸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没有起量 但是为什么 那个时候评价很高呢 就是因为你试过 这些产品 你就知道 它是优秀的 它是肯定是能卖好的 在这个市场里 它就是没有 什么竞争对手的 我觉得还是看实际产品 经常多种 复合材料的摆车身 涂装采认到最新的 环保水线油漆 车身 百分之百 使用机器人喷涂 及涂胶 产线通过 车身密封 底板胶 头腹 车身空腔 阻浪 等各种工艺 不仅可以提高 车辆能体 使用寿命 还能让车身 漆面 经久彌新 整专产线 即柔性化 信息化 自动化入一体 实现全过程 信息化 闭环管理 全过程 繁坐 及受据追溯 长州基地 建议 筹筋的制造工艺 将确保 海池07EV的 高质量 高可靠性 并且 海池07EV 已经在 常州基地下线 并要快速 交付到 用户收入 相信 海池07EV 一定能够 不负期待 成为海洋碗的 又一爆款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何总 也相信 比亚迪 一直在 以技术为驱动 以市场为导向 以品牌 为基石的 战略布局下 将持续引领 汽车市场 打造出 令人尊敬的 世界级品牌 那听完了 以上这些分享 大家有没有 对这一款 即将发布的 重磅新品 越来越期待了呢 既搭载着 意义平台 3.0EVO 最新技术 及先进的 高阶智能 驾驶辅助系统 又兼具了 海洋美学的 整车设计 海师07EV 将会有着 怎样优异的表现呢 接下来 掌声有请 比亚迪汽车海洋网 销售事业部 总经理 张卓先生 为我们重磅介绍 海洋网 首达 一平台 怎么卡了 海师07EV 是他 是他 他又来了 好 尊敬的 各位来宾 各位媒体老师 线上观看直播的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比亚迪 海洋网的张卓 正如何总所言 比亚迪的新能源车 越来越好 技术 越来越耸熟 性能也 越来越可靠 体验 也越来越优秀 其实这也是 中国品牌 新能源车 发展的过程的 一个缩影 过硬的 最好不要上预售了 直接上 消费者 直接销售吧 因为新能源车买单 为中国品牌买单 新能源汽车产业 已经成为 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四月的上半月 国内新能源车 零售 我觉得原批的概板 如果是12.98的话 我更加推荐买C10 架构尺寸各方面 都会更加强 新能源车 必将取代燃油车 成为时代舞台的主角 我们每一个人 都将成为这一场 伟大变革的见证者 和参与者 作为比亚提品牌的 中间力量 海洋网 是一个专注新能源汽车 推广和普及的 一个综合型的销售网络 具有更新名的 新能源属性 和更年轻的 产品定位 新能源 新设计 新技术 和新产品 已经成为 海洋网的 专属标签 在四新的 这个标签的引领下 海洋网实现的 跳跃式的发展 从第一年的 六万两 到第二年的 七十万两 再到 我真的从来 不管销量 我只看产品 产品好 我就推荐 产品不好 我就不推荐 当然 如果是厂家 真的 我觉得是有危险的 我根本不会做内容 当然有一些 超级便宜的车除外 超级便宜的车除外 那我也肯定会做两下 截止目前 海洋网累计销量 已达258万辆 用实际 用实际行动 为构建 绿色 和随性发展 贡献的力量 面向新生代 城市N7还没拍完 我试过老的N7 我觉得 不值得我们做内容 然后我们新的N7 拍了 我觉得非常棒 我们马上就来了 现象级的爆款 树立了海洋系列的IP 为用够带来 多元化的 高价值的选择 未来 我们还会继续 星光阵的炸油吧 星光阵的炸油 大概可以 海豚 我觉得这是 时代过来 将教设的申请 这是绑三 全部整合为 海豹的IP 形成 双子星的战略 今天的主角 海斯071V 定位 中型都市 新人7我觉得很香 超级香 我觉得 同时 也是 比亚迪 一平台 3.0 EVO打造的 首款车型 及安全 反正如果是 你20万 我觉得你20岁 我觉得可以买 小米苏7 30岁可以买 007 40岁可以买 全能王的 超凡实力 现在 就让我们 请出 比亚迪 海斯071V 开上来了 星辰Palace有消息 但等发布会吧 不是 就 就同样30万价格 去买车 我去还是 零下卖吧 我会和 我请 车 我 你 可以 我 我 我 又 我 在 你 你 就腾设N7是我自己觉得我会掏钱买的那种 他打动了我就是会掏钱买就是这种感受 那当然我不会掏钱买因为我钱都用来拍节目了 实话实说买一台N7我可以买三四台其他车型拍节目 我不会买N7 那么肯定是工作要紧 我估计20左右吧 N7我推荐那个单链机的那个顶费 记得选那个云年C 十万我觉得很多次都很好啊 看你需求啊 越野plus啊 包括星光啊 可以对那琴A我马上就上了 多帮我们点赞 拿起你手机开始点赞吧 实车蛮好看的 我们见过实车的 很多朋友已经在今年的 HUD我觉得不重要 在海斯灵溪一威 今天再次见到实车 相信很多人 还是会像我一样 有种心动的感觉 海斯灵溪一威 是一款主动实用的都市SUV 兼顾艺术系统 穿还蛮帅的 和时尚感 是 创新技术和前瞻美学思想的完美融合 全新一平台3.0EVO 赋予它新的架构 轴距2930毫米 车长4830毫米 实现了完美的0.61的黄金轴长米 长轴距短行后旋的四轮四角设计 N7我推荐单电机的顶配 然后去选那个云眼C 云眼C真的很像 带空旋 我们绑一大哥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在0.6左右 这是海诗零溪EV 车内空旋 那是零点A 那我记错了 那就是零点A 反正带空旋那个版本 说完非常重要的比例 不好意思 是我记错了 来看一下海洋美学的一些经典的元素 海诗零溪EV的前列设计 来自于Ocean X的概念车 开放式的X很有力量感 看上去也很 方程豹 那个我朋友那个版本 是明年 所以是不是 不带空旋 反而带空旋 它带空旋真的很棒 日间行车灯 很有仪式感 海诗零溪EV 车身的侧面窗腰线 线条也非常的紧接 从车尾观察海诗零溪EV 这个避震 因为我没有拍过不带空旋的版本 但是云年的版本 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 这个底盘高级感 包括这个空旋的质感 我觉得比我001好 家用的话 这么说 我觉得腾式N7的 腾式N7的空旋版本 比我极客001的空旋版本 我觉得开着更加舒服 非常高级 很有辨识度 在人设计方面 海诗零溪EV 追求个性和实用 你试过就知道了 我觉得非常高级 我觉得 我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我觉得可以更S 是关键词 细节上 也有很多的海洋元素 悬浮之翼的仪表台 是首饰 出现在我们的产品上 浮雕式的镂空结构 非常有特点 它和两色的门板设计 融为一体 强化了内饰整体的环抱感 还有陷入式的业绩仪表 在保证功能性的同时 兼顾了整体的设计感 另外还有海洋之心 装控可以配合音响绿灯的 128色的氛围灯 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 这个车内饰做的挺好的 内装内饰做工用料 还首饰配备了海洋造型的 就海洋王一哥 这个车就是海洋王一哥 三种独特的相分中 融入了情感元素 让人心旷神怡 也能鸿托浪漫的氛围 作为一款都市的SUV 海洋王一哥 叫做汗 也不是不行 你肯定会大爱 设计的媲美中大型SUV的内部空间 因为采用了C2B的技术 我们海斯灵溪EV 可以在保证整体造型 其实我不理解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买汗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 还有很多人吹汗 我也不甚至理解 在内部的横向空间 在22年 我觉得汗是一个优秀的产品 2024年 我不会推荐汗的 再便宜我也不会推荐的 它这个价格可以买很多车 每个人的腿部 都有自由的活动空间 汗哪里便宜 汗跟送L的盖板 我觉得我尼克送L 哪怕海豹DMI 我觉得海豹DMI都比汗好 可以充分考虑到了家庭用户 那就让他买KAMERRAY 你就买KAMERRAY 它的前商属物箱的容积 有58升 可以放下一个标准的 20寸的登机箱 标准状态下的后备箱容积 有500升 周末采购 长途旅行都够用 用户还可以通过收洗挡板 如果你说汗好看 那这证明你说不到它其他的产品 力上没有多么优势了 你只能说 大家没有办法辩论的问题 就是好看才看 对 你就只能说外形了 你能说出其他东西吗 不能了 如果你觉得汗是好看的 你就要看好看 那你就去买 你就直接买就完事了 我认为汗肯定是要买等新款了 它的产品力已经不是这个实在产品了 空间它的这个级别里面 我觉得也受不上好 它价格太老了 只是理论 全理论 你也不看看它什么时候设计的 你也不看看它什么时候设计的 三组位置记忆 可以让上下车更方便 同时也非常适合 多用户家庭的使用 长途旅行 中途换驾 汗的内饰的做工用料 你去跟这个 不然说这个 你跟宋L去比比 你就知道宋L跟他查询 哪怕你跟海豹DMI去比 海豹DMI跟汗放在一起 你说汗的内饰做工用料 比海豹DMI好 那我觉得你就睁睁眼说瞎话 因为两台键我都深刻了解 前排座椅通风加热 冬季出行不冷 夏季梳行不闷 我说过最简单的 它那个类似的试板的塑料 都没有海豹DMI 因为不是一个时代了 它以前开模是几年前开的模 你看看那个接缝 就别吹了 我是知道汗是什么样子 舒适性也不打折扣 作为生活的第三空间 海豹DMI还能给你足够的 安静和私密 我们为海豹DMI定制了 专用的静音轮胎 全系标配前排双绳隔音隔热玻璃 全系标配后排饮食隔热玻璃 为嘉年出行带来更好的 静密性和私密性 车内小戏不受打扰 亲生交谈不受环境影响 海斯林系一威全系标配 十二阳声系的HIFI级定制单纳音响 带来电堂级的天觉享受 海斯林系一威全系标配全景天幕 增加了车内空间的开阳感 接近一平方米的超大开口面积 让城市风景满天繁星都一览无语 有人抱怨全景天幕 夏天很晒 草帽遮阳伞 肯定不是解决办法 所以 我们为海斯林系一威全系标配了电动遮阳帘 懂得浪漫 也能给你清凉 除了让全家人满意的舒适空间 权威安全 也是海斯林系一威的基本操作 我们不仅有刀片电池 还有全球手上的C2D整车安全架构 海斯林系一威的白色深高强度钢 热神型钢 铝合金的占比高达81.6% 其中热神金钢的占比更是达到了19.7% 在被动安全配置方面 海斯林系一威全系标配 刚刚的车身架构就是 汉跟它你不知道的区别 这五年来中国汽车市场进步 行后排测系囊 行后一体的测安全系列以外 海斯林系一威还标配了 符合全球最新安全标准的前排中间的气囊 全方位呵护车内的蹭远的安全 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制 海包好看的实车蛮好看的实车 蛮帅的 让这一份最大的豪华汇集每一位用户 我们北京市场拍的视频 说完安全 我们再聊聊海斯林系一威的三电的技术 在这个方面 你们要永远相信比亚迪 海斯林系一威不仅有 800伏的高压平台 作为比亚迪一平台 三年年EVO技术打造的首款车型 还搭载了全新的 十二合一的智能电驱动系统 全系搭载 1200伏碳化硅电控 采用23000转的全球量产 最高转速电机 海斯林系一威整车动力性能更好 最高车速超过225公里每小时 不可能是7万人 全新一代智能宽温域高效热泵系统 搭载三大全球丑丧的全域能量管理技术 十六合一高效热管理集成模块 智能三环流电池直冷直热技术 电需高效复合温控系统 进一步提升了能量的利用效率 日常出行能效优势更明显 冬季梳行 低温续航不焦虑 除了低温续航 松电速度也是用户关注的重点 通过对超过90万名比亚迪车主 使用习惯的较炎分析 我们知道主流用户习惯充满电在抒发 大家经常吐槽 10%到80%的充电速度是做高铁 80%到100%就变成了做绿皮 末端充电通常30分钟以上 确实让人很难熬 在智能升流快充 全场景智能脉冲自加热 智能末端快充 智能升压快充等 多项全球手上技术的加持下 海斯灵溪EV 在国标的充电桩上 常温环境只需要25分钟 就能从10%充到80% 从80%到100%的末端充电 它电气驾驭是改过的 新平台确实算不上 但是它是新平台的科技界线13.5 可以这么理解 降低40%以上 充电不用碰运气 也不用费力的去找超充装 不如腾市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这个酒吧要你在说啥 真坏充 它比腾市好那腾市卖啥 也不怕 作为一平台3.0EV的首款车型 海斯灵溪EV 除了好用 除非它搞两个平台 就是搞了400米的 海斯灵溪EV 采用了主后驱 四驱的动力架构 配备了行双刹臂 后五灵感的独立悬架 入门及配备 FSD频率合并阻尼紧尖器 550四驱自航 还配有圆脸碎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 颠簸路面更舒适 激烈驾驶更有趣 在四驱车上还配备了超级i-tech 无论是外跃影 还是赛道飘影 比腾市肯定不用底的 肯定比腾市便宜 当然 我们的海斯灵溪EV 还有智能座舱高阶版 我猜是20左右吧 天神指引高阶智能驾驶 普通系统 及Pilot100 我猜是20左右 我猜我随便猜的 市区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 很多人非常关心高快领航的 20它没有支架嘛 海斯灵溪EV的两半 制航版车型配备了高坏领航 只要提前设置好导航 它20以内就我觉得挺牛逼的 800V20以内 我觉得很牛逼的价格 你说17 18我是不相信的 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前方的慢车 可以自动变脑烧车 遇到四公里的 不是购物自信啊 有天神之眼 因为它是比亚的新架构的呀 新电器架构啊 基本上海洋网里最优秀 做方向凡的人 永远都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创造技术大留可为 但君子一定有所不为 这里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具有高快领航功能的车型 将于近期通过OTA免费推送 进行替代 这就是我们的比亚迪海诗 零溪EV 现在让我们再用一分钟 总结一下 一平台 300EVO的筹款车型 海诗零溪EV 搭载12项 寻求手上的硬核技术 同时群系搭载 1200V碳化硅电控 各位请看大屏幕 当然 还有我们海诗零CUE的 超过100项的群系标配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离谱 就在于 所有厂家都在读800V 我也在读800V 一定有键盘8888高 应该读800V啊 全能王的超凡实力 相信海诗零溪EV 可以在各个维度 你学的好 是我物理不行 是我不认识V 没有读过书 这么多厂家的人 媒体老师都没读过书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著名语言 歌手 七维女士 将以代言人的身份 于比亚迪海诗零溪EV 开启时尚 都数的心动旅程 大家请看 啊 这是谁啊 选一条想走的路 啊 选一个对的人 选一种风格的 这是谁啊 我选的 总是要出乎意料 气威 相对于世界的大 不认识 我确实不太认识 国家国内的明星 更重要 你在究竟 有优雅 还是个性 主要的是更多 自我时间 还在执着于外在和内在 我真不认识啊 我真不认识 而我 享受驾驭的自在 我确实不太看那个 不太看关注这些国内明星什么的 发现更多不一样的选择 是一种智慧 让我们体验更多全新的美 全新海师 灵气一威 致美心师 致灵上师 这只是还蛮好看的 怎么样 是不是 人美 车也美 今天 到发布会的 现场的 还有我们的一位 小朋友 接下来 请小海 由他 为我们揭晓 我以为是小朋友 那个什么 小朋友的老板上来 有个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老板上 大家好 我是你们最忠实的伙伴小海 是用户的好朋友 接下来 我为大家正式揭晓 海师071的价格 各位请看大屏幕 请 请 哦 哦 哦 可以啊 可以啊 不用一时便宜一万块钱 谢谢小海 我觉得可以啊 这个价格有啥问题 我觉得没问题啊 首批用户对海事灵溪EV的支持 我觉得价格可以啊 不用一时便宜一万块钱 我就可以啊 没问题了价格 还可以啊 真的还可以啊 你19万 你这个新架构的东西 实话实说 我觉得没问题 价格是合理的 我们还未 6月 刚刚讲的无聊 我认了 我觉得价格没有问题 到时候我就自己拍一下 我就 现实的 惊喜大礼包 我觉得比宋 好 比宋强半代 至少强个 你说 强一级不至于 强个0.5级 0.4级 我觉得没问题 而这个车实车表现 我觉得做得很好 你可以去看看实车 乘以800B 对 不是送了 大家就能通过 就是送了 就是没有看发布会 查询到 海双